大家好我是李彥秀大家好我是可志恩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理科太太 为了干嘛你当你戴着口罩是怎么一回事就感冒吗怕离你太近我怕你下个礼拜都没站你高手也见不到 哈哈哈哈这的确是啊现在很多的孩子你知道今天就有一些的委员有些时候就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少因为现在诺乳病毒 据说是非常好据说像是B型流感也是在小学里面到处的这样子的蔓延所以很多小孩目前都没有办法去上课然后最主要是发高烧还有很多什么肌肉酸痛让所有的父母亲都非常的单行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小心特别常要洗手可以戴口罩时间戴口罩虽然有一点点开始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就要小心然后不要传染给别人说今天做好工作怕传给我们柯太太 柯小姐很重要然后今天早上我一出来的时候开车因为我们委员会都要很早的就要来登记咨询嘛大家都希望能够抢前四这样子赶上这个记者发稿的时间那你就知道六点多出来哇塞这个简直是倾盆大雨到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你很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 对我到立法院的时候我想想看是六点四十五分然后我看到摩托车有两三摩托车停在那个立法院群修那附近半台摩托车被淹水我本来还想留下拍一张照片提醒大家这写脸书出门要小心是真的因为这雨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据说不是只有今天未来几天这样子的对流的状况让这个雨的确是而且是上下班的时间的话 对交通的阻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今天早上听说很多人都不小心迟到而且没有带第二套衣服的人很惨没有错没有错这的确是非常重不过有雨水啊这个是一个现象是夏天常常遇到现象那夏天还有常常遇到现象就是我们都非常的害怕怎么样呢跳电 对我今天今年有可能缺水又缺电我不知道这一次这两个礼拜的接下来这几天的下雨有没有办法补这个十门水库因为我听说我们的所有的水库呢 大概有大概有四个这个集水量不到两成所以今年又缺水然后缺电就不用讲了对桃园已经第三次的跳电了让这个张善政的市长简直是快要抓狂了就是说这简直是完完全全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能源政策只要一跳电大家开始比较会重视了对不对不过跳电其实还好有四个机组同时跳电但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发了三十六千瓦的柴油还有紧急发文给几个用电大户叫他们说要省电要限电对避免我们这个呃后面的这个缺电然后呢我们的王美花部长有特别提到还讲的话你要注意听哦 他说我们在夏天之前不会不会有这个停电的问题夏天之前啊各位听清楚那不是马上马上问题是差一点就要开始限电跳电所以那个逻辑我其实是有一点不太懂的不过我看到啊我们上个礼拜讲说整个内阁要发展AI啦或者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内阁 但是我突然想到那个107年的时候行政院在发布说我们接下来的团队啊重点都放在半导体晶片还有AI但是我最近刚好直询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也帮我准备哦就是整体国家发展AI包括国际能源署强调说发展AI事实上他资料中心处理的耗电量是非常大当然那提供我们的资料因为包括在2025年之后人工智慧的人工智慧的部分 就已经超越我们人类的智慧那在这一块光是资料处理中心还有整个接下来发展这个重点要最起码15%以上的用电量的确是非常高耗能的一个产业啊大家都只想到说是护国神山都没有想到他所带来的这个需要更多的水更需要多的电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你刚刚提到了你说四组这个机组啊我说实在我最近也是在班上关前有这个问题啊你看 你说这个明潭你说那个跳电的状况像明潭三部机组一起跳电是比较罕见的啦而且台电要说明原因之外他们还提到就因为太阳能啊我们最近白天还有太阳能晚上之后嘛恐怕就是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会有大规模的一个限电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现在缺电最大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北部 你现在已经变成高雄了而且你知道台报只有一个电厂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和平电厂哦那我们现在的电特别是北东电网哦是需要从这个中南部要送电上来哦那今年的夏天就要超过要输电的能力超过420万千瓦哦所以明年开始后年严重的缺电已经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一个常态了 而且如果强调各国最近都在讲说切切切下来全球都缺晶片有可能变成也缺电变成是一个常态全世界所以美国去年还把他们的煤气发电厂也演绎不只是核能发电厂大家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包括他们的这个火力发电厂也演绎那各国当然现在都在尽量的储备电因为AI需要许多的电量包括特斯拉的这个总裁也强调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发展这个核能的话恐怕接下来无法面对国际的挑战我昨天晚上跟三三会几个企业界的好朋友在一起你确定你们没有今晚会主委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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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的部分好我们来我们的今晚会主委可是因为这样子哦然后大家就觉得他要他要他他他就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了哦没有昨天纯粹是三三会的礼监事会然后会后的 开会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也都在提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不把电的问题处理现在处理还只是处理五年之后可能这些电量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子的核二核三的演绎即便他的核电厂办法演绎他只是在两三年后问题其实都还是在但是可以演绎可能问题可以可以至少解决三五年的问题但长远的问题其实是没办法处理所以你看吧倒是国民党身为一个在野党的角色要不要 为这个所谓的演议来帮民进党解套你觉得呢昨天王红我也有提到这个对啊因为要不要来解套你看你就民进党这个审主牌死报的不放他就怕就说他就他就他就等着国民党的委员能够提案然后对于他们当初所限缩的这个核能的部分希望我们能够提案然后呢要求他们把这些应该已经要提议的这个机组能够把他做演议等着国民党来提那如果国民党完全是以苍生为你觉得现在各企业都需要电我们 但是你但是你你如果说一提的话哦就帮民进党解套那民进党就乐的来来来说啊没法度啦现在国民党是这个国会最大党啦他们这样我们知道他就可以顺势下台 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战就是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在攻防上面一个真的要好好思考 我知道因为昨天在内部也在讨论说哎党团大家对于要不要帮民进党解套主动提核二核三演议的事情 网红卫也在会议上也讨论了很久哦不过我觉得民进党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他第一要务昨内阁第一要务对外风声也放出来说接下来这四年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台湾不缺电能稳定供电 我觉得一个政府拼经济到最后应该是主要是要拼经济到最后还要收烂探子 要提出这个未来对经济产业就像他说的active action或者是innovation就是我的创新你应该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就他完全是在解决最基本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水要有电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哦 不过就是说这样子所以经济部长我们都赋予众望嘛对不对因为王美花他是学他是学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他就是每次问他什么话我说实在真的是搞不出个名堂来每一次问话里面真的很讨厌跟他去对话的因为他每次都给你一些的数据然后呢问他一个解决的方法他都没有办法提出来 那现在这个经济部长是来郭智慧对不对来自于产业界会不会好一点重阅这个企业大家都认为说会不会好一点应该很清楚的这个企业的一个需求 军美堂一公布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些的一些他过去的一些历史马上就被翻出来了 对他是在对岸做过生意也在对岸做过厂业违反证交法不过在企业界的风评形势我觉得包括这次提出来几位财经内阁的名单 其实都让外界觉得这个是可以稍微观察看看因为包括金管会很多人认为说金管会主委很重要但是过去都着重在监理的部分而且是高度监理希望未来的金管会主委可以有多一点发展性的让金融业有更多的弹性着重在发展而不是只有高度的监理 我觉得过去像你说从越这个企业然后过去如果在帮华为做了一些不管是垃圾处理这个废物的处理或者是晶片的发展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在对岸如果说你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当中尊重这个两岸关系条例去做 我觉得在对岸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大 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这个民进党动不动把跟对岸有任何关联的 其实在安全的原则之下他都把你打成统派然后把你打成这个抹红对 那你面对你的经济部长你到底怎么样来做处理我个人觉得说你真的是合法的范围当中你跟对岸做一些企业上面一个交流 这本来就是无庸置疑只是你过去打的有够有够过头你看我们的里长光是去做一个参访没干嘛在选举之前就会纷纷被叫去来问话 这个反渗透法每个人就觉得说你就违反这个然后事实99%都认为是没事 除了有几个是特别例外之外都没事而且特别在选举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就是目前为止当我们提出之一 国民党怎么会国民党提出这个部分只是在打脸你对于很多法规上面的一个限定 你不应该是有双标的标准 民进党双标不是第一次啊 就像我们过去在提很多法案包括这个核实的问题 包括美牛的问题当时进口莱克多巴胺的问题 其实民进党过去一贯就是最捍卫时安 然后对很多议题但是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 过去他们所批判国民党做的现在他们做可以但是国民党不行 同样是做相反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找出一大堆辩论的一个理由啊 所以但是回到这个经济部长虽然大家认为他这次所提出的财经内阁 不过这个经济部长他所犯的就是他们说他是美化财报嘛 那问题是你未来经济部常常就用数字出来 你这个大家就会开始怀疑说那你这个数字会不会经过美化的 是不是可以被相信的 这其实就是大家比较觉得他需要被关注的 而且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 我们这位经济部长过去呢 他在这个企业就认为企业应该任养这个球队 特别是职业棒球队 就我们想说哎这种方向是非常好的 问题是马上办公室就接到一大堆的爆料电话 说他每次都说他要他要支持 他要签都白签 没有他要好好的支持第五支职业棒球队 到现在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 只闻楼梯响都没有看到人下来 所以你就会变成他这个诚信问题 包括他美化财报 包括他维养证交法会计法 这个等等之类虽然都不 最不至于到一个什么程度 可是你被判缓心 他就是留下一些的污点 那当然大家会用比较更放大的眼光来去看 那这是因为他企业界还 就像你刚刚说的企业界可能对他 还赋予一些的期望 可是你看我们的工程委员会 这个曾经德 这曾经德就不用讲了 这已经是有一堆的资料在那边提出来的 可是你硬是 这个民进党到底是人才比较缺乏 还是真的是非他不可 为什么一出来 这是起手势 你所选的这个人 怎么可以一康开始就有太多被攻击的点呢 对所以联合报今天有一个短评 就说一颗屎坏了一锅粥 原本的整个团队 有些是开创性不足 保守有余 那财经内阁 相关的财经内阁 看这些人 其实好像有一些来自业界 有些来自学界 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但是来个曾经德就不用讲了 到底是谁塞的人吗 他从高雄的气爆 然后又到中游 中游我记得也因为他出了好几次状况 没错 然后现在又到专门发包的公共工程委员会 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有多少的油水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高雄乡亲就打电话来骂 说你不知道一里高雄最贵什么事 所以我看这个人真的是对赖那个 特别是他的财经这样的那个 好不然有几个我们所谓的亮眼 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过 过去实在是没有历史可循 然后光是看过去的这个资历 看起来像是还不错的 但是我说实在就像我们的教育部长 对不对 这应要 我还是必须要指出来 中山大学校长当过教育局长 当过小学老师 然后当过所长 当过校长 应该是说所有的资历都完全是配备完整 对不对 光是看资历可以 但是对不起 你真的是他的整个意识形态 我还是要强烈的一个质疑 你觉得赖青的为什么会找他 你认为 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他当初当上这个中山大学校长的 临选委员会里面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就会是像有个庆富案的 这个都是陈局的好朋友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陈局在这一块的任命上面 他着力非常的多 因为他跟赖青的都是属于新潮流 那又是个大姐大 一个是大阿哥 所以我觉得他们 善用他们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 所以他虽然表面上是说 像他们说我们是民主大内阁 因为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党派 对不起 你即使没有进民进党 你的整个思维思想 真的完全是绿道不行的 这样的部分 你还好意思说 他没有因为加入民进党 然后党派就会变成 非常中间吗 这话也怎么可以拿出来呢 不太可能了 不过新潮流一个人退流 赖青的退流 所有新潮流都上了 都整个内阁团队里面 其实都很清楚看到 新潮流安排的影子在里面 无论是陈局的人马 或相关赖青的 这个赖友友的好朋友都在里面 不过关键我觉得是 国家面临这样的挑战 无论缺水缺电 民进党怎么去因应这些东西 那整个目前看起来 行政内阁的团队 你还觉得哪些人觉得好看 可以讨论 我觉得像比较小的单位 都已经二级影片 像我们的国客会里面 那个吴承文 我就觉得给他蛮大的一个 看他这个资历嘛 因为他过去是 这个少棒队的 跟许基睦 对不起你年纪太少 我都还有许基睦的这个印象 还有曾经得到的 威廉波特拿过世界的冠军 他是投手 后来又是台大毕业 然后到国外去 然后又回来当教授 我觉得他来执掌这个国客会 特别是他自己 就是一个棒球选手 然后在 我觉得棒球选手 真的那个同手 球上面去打击 面对这么多的挑战 他应该任性度 应该是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 对于他 我还觉得蛮有一点期待 不过国客会嘛 还比较 比较 二级单位 不会是大家瞩目的单位 但是他的数位部 就是说大家觉得 这位部长 好像在专业上面 还有过去一个务实上面 应该比我们的唐凤部长来的 那个虽然没有这个AI天才 没有不是天才儿童 天才儿童常常 就是他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算出一个数学数字 别人都要18步骤 他三个步骤就可以出来 然后他还问人家说 另外15个步骤 为什么要 这就是天才的寂寞好不好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个比较务实的 这个数位部长 能够把这个整个数位部 特别是在打炸的部分 发挥到一个比较大的 资安打炸 不过有一个名单 我倒是蛮惊讶 为什么郑文燦 要去接海气位 董事长 也是啊 不过每个人都告诉他说 因为已经排不到位置了 然后赖清德可能看到 还这么多人都在说 为什么没有给郑文燦 你是要提 已经吃上哪一看 要把郑文燦逼到一个死角吗 然后他们今天就放出来了 海气会的是一个院长级的 他们已经告诉你 已经把海气会的这个层级 提到院长级了 那我觉得郑文燦如果是释出这个讯息 应该还会接的 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能屈能伸的 我现在已经是处于那个 第一点 我就好好的呈钱 你知道真的具有政治野心的人 都会去呈钱 等到什么时间点的时候 有机会再起的时候 好位置的时候 不像有一些人 完全是人生胜利组的 这个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尊重的话 他恐怕就会不会接 可是我觉得郑文燦 能屈能伸 他一直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他当民意代表 当选市长的过程当中 然后当市长的时候 其实这方面是他的强项 对啊 能屈能伸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谁 对不对 对不起我爱谁 我就慢慢等 总会等到的 而且他年纪也不大 在海气会多做好事 多说好话 多交好朋友 但是关键是 他在海气会要交朋友 那也要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能说得通 他才有机会交朋友 他有秘密交友管道 我们的港澳都很可以说 对对对对 到澳门 到澳门去 到澳门去 澳门也是属于他的范围 好不好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做不同的交流 所以这里你不用替他担心了 好不好 是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关注一下 最近私校 有没有人跟你请托 有 最近今天 国中国小 私立学校 昨天到今天都在讨论 特别是这个周刊里面 有一个M型的这个部分 他们就提到了 现在台北市 因为每个县市的私校都不一样 像台北比较有名就是 延平 他们就提到 去年 延平复兴为格 但是你看他们就以延平为例 2000多 去年才2000多个 今年今年有3000多人报考 而且为了要考试 还借用 金欧女众的一个 一个大的 那个大教室 大范围来考 你就知道 而且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进私校 像目前只要稍微可以的小康 到中产家庭都宁可把孩子送到私校去 你知道吗 这个真是对我们30年的教改 所以真的一个狠狠打的一巴掌 这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自己当过家长 你也知道 如果今天再让你选 对不起 我不是 我家小孩刚好两个 已经很大了 没有没有 我们家小孩以前一个念功利的 儿子念功利的 女儿念私利的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去学教育的 我要做实验 反正孩子两个 毁了一个还有一个 我来看看功利 那最后结果呢 来来来 对照组 结果呢 我觉得当然是 他这个妈讲这种话 是有经过的 我儿子如果是念私利学校的话 他大概天天就是在 那个训导处坐着的人 因为他是完全不受控 老是在上面讲 他会在下面看他的 他的那个课外读 那我女儿就是个 比较寻规蹈矩 然后不是寻规蹈矩 就是会叫key gang来 然后对自我要求很多 很记很自律 所以他念私利学校里面 就给他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那他如果到公立学校去 他一定会闲懂闲习 所以好了 虽然说是做实验 但是也稍微有一种适性的发展 根据他们的个性取向 好不好 所以他们现在长大了 但是那时候你念私利学校 真的很多时候 大家认为说 学费是贵很多 可是很多家长就东算西算 我如果上公立学校 我可能还要安清班 我可能还要补习 那私利学校就是all in one都可以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 我只是不知道说 这么已经 已经这么多的改革之后 我以为现在回手看一下 应该私校的比例会降低 没想到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你知道私校 其实我看了那篇报 这几篇报道 其实六日即便读私校 还是继续补习 有啊 他们今天就特别提到 念私利学校的孩子里面 大概 不要说念私校 现在目前教改老半天 因为414 4410 大家就开始讨论 这个30年的一个教改 所以大家就思考 以前当初就已经提到说 就希望孩子能够 让他的学习压力降低 可以让他快乐学 我就大胆的说 快乐学下句话 你都不知道 叫做安乐死 好不好 快乐学就是安乐死 我的学习能够快乐的 光是讲这个口号 马上就给他反驳 事实证明是这样子 当很多的家长 我真的必须要说 每个人还是 华人家庭里面 还是把这个所谓的 学业的成就 还是看得蛮高的 那当你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学校 特别是精英学校 每个人都想要进鼎大 每个人都想进建中北渝女 那他就只有那么一点的人 这个一点的部分里面 那你怎么可能 不会让这个私校来 做这样更大的一个扩展 对很多家长都说 其实读私校 孩子在 还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教师的问题 现在老师面对很多孩子 不敢管 就是因为面临很多的挑战 常被告 老师会被告 老师被告 老师不知道怎么教 也不敢教 所以你们下面上课 再怎么吵 我讲完我就下课了 有时候越管越多 反而给自己人麻烦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那但是总是在私校 这个老师管的 还稍微严谨一点 那为什么很多家长不敢 把孩子放在公立学校 其实除了整个教育的品质之外 还有环境 还有最近这几次 包括在校园安全的事情 前一阵子的歌喉案 然后有一些 在行为上 有问题的一些青少年份子 这样的状况特别多 所以家长有提出来 就是说 其实未来这个私校 本来有一段时间 我们觉得 好像公立跟私立 其实没有差异这么大 但是这两年突然又起来了 我觉得还是校园的安全 还有一个霸凌的问题 家长现在目前为止 学业当然他们非常的重视 可是他们现在更重视 在校园里面的安全 这个部分 可是私校会比较好吗 对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到哪里都会有霸凌啊 但是我觉得教育 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管你放在学校里 公立学校 你就有机会把不同家庭的孩子 让孩子开始可以学习 社会化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都到私下 当然也可以学习 只是说我觉得家长的关注度 那个价值观 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差异 对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真的还是一样 还是要面对现实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私校当然你可以 因为家长付的非常多钱 当然就不但就要 稍微有一点美化私校的 私校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两个小孩 不同的系统 我说大胆 可以讲这样子的话 不因为他们现在长大 更在回应到目前 很多的私学 我问过很多的年轻的父母亲 他们把孩子放到私校去 他们还特别提到 在108课纲当中 有很多公立学校 他为了要让学生自主学习 很多基本的理化 还有一些数学 这个英文的 这个时数来说的话 就已经被稀释掉 那私校里面 他可能在家长所在乎的 这几个科目 他们自己认为 所在整个科目的强化 应付未来的考试上面 他们认为 私校所着力的 不管是时间 或是师资品质 会比功效来得好 非常的多 那但是私校的 这个班级数 我听说现在每一班 几乎都到50多个人 而且我还听说非常多人 你知道私校很多 特别是有名的几个私校的 校长都特别提到 他们只要是报名 登记那天 他们每个人都要失踪 都一定要失踪 失踪一定要差不多 失踪三天到一个礼拜 为什么如果不失踪的话 他们的那个官说的电话 就扯不完 可是因为现在都是抽签 要不然就考完试 家长那边都在那边看 50个名额 1到50名是谁 那最后没有报到的是谁 我还记得以前早期 我还听说 是用抽签的方式 而且抽签要拿去冰 你怎么跟我听到的故事 对因为拿去冰 冰起来的话 光是在抽签的时候 因为有那个什么温度不一样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弄 就像我昨天去参加 我们高雄里长的这个抽签 你会发现为什么 那么多奏折 大家顾一般 因为你摸一摸 有奏折 你看你就会比较容易 触摸得到 所以光是抽签就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讲 很多我就听到 我们今天立法委员每个人在讲 说很多人在批评说 在每个人都要进私校的状况之下 批评说私校要考试 你要考试就一翻两瞪眼 反正市场需求 你就把那个考试名单放下来 如果全部都用抽签的话 私校用考试啊 我看 如果说你真的抽签的话 名代的官说电话接不完 你知道吗 光是抽签 你用考试的话 刚刚就有很多人在讲 很多人讲说 如果做事来抽签 完全是用考试方法的话 那或许 可是这个教育部长已经公开说 他是极度的反对的 所以一定要来修法 那问题是一句话嘛 你私校还是一个市场供需嘛 当家长认为 私校办得比你功效好的时候 你很难去限制 这个私校不再蓬勃的发展嘛 这还是要回应到 我们自己的整个 公教的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 对 公教的问题 其实除了硬体的设备 校园的安全 但校园安全谈了这么多年 包括北投之前早期的 四五年前那个案子 然后包括最近的歌喉案之外 其实到底校园安全 我们一直希望说 中央多编列一些预算补助地方 让他们请校安啊 警卫多请几个 现在包括每一个学校 就只有一位警卫 还要靠这个家长们轮流 在看护学校 之前有说外围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安全围离 避免外校的学生或学长学姐 跳进来学校 但是后来到底学校校园安全 大家刚做的多少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经费上面 所以每个人就到处就设立这个监视器嘛 就只能用监看的方法来做这样一个处理 但是如果有心跳进去学校 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不过我想家长 他对于私校最狂热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私校 这个时间方非常的多 都是在一个学科上面的一个步枪 那学科对于他们未来考大学 他们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目前你 那甚至有人说要去废掉 如果像今天就有人提到 如果你把这个国民教育推转到12年 就是到高中 那你或许大家竞争在18岁 15岁的那一层考试就可以不要 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考试的压力 你赞成这样子吗 赞成不考试啊 不是就是说高中就完全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是用这个学区来做一个划分等等之类的 按照我们不是失败了很久吗 没有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精英学校嘛 你现中北域你还是要考试进去嘛 可是很多家长就会提到嘛 那个是P299 就是1%的孩子可以进去 那你只要有竞争 你势必就会造成家长就是非常的狂热的 需要能够加强这个补习跟孩子的学业成绩嘛 不过其实全世界 至少其实在美国读书 在韩国读书 其实现在孩子其实都竞争非常激烈 没有错啊 其实台湾并不是最激烈的一群 韩国跟日本 中国大陆 印度都其实非常的激烈 没有家长只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竞争可以延续到18岁那一年 不用在15岁进入高中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么大的竞争了 不过现在我觉得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啦 现在目前高中已经差不多已经社区化了 当然只有几间明星高中啊 可是我必须承认我儿子以前是念建中的 那你如果去看他的数学 你去看他的数学课本 建中的数学课本 我老公一看到就说天哪 这个数学我哥哥是医生去看这种数学 他觉得这个数学的生物很难 那问题是他到那个部分的话 他们学生就会往那个角度去 那你如果在这个高一的时候 你的数学完全就像一般性的话 你会让很多在分流的层面上面 其实就已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不应该是所谓的军医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以大胆的讲 你只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发展的特质 你可以不用一天到晚 进到比较学术取向的学校 你在一般取向的学校系统当中 你也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些学习 根本以孩子来适性 所以你硬是要消灭这几个 比较是前面的学术导向的一个高中 我觉得还是很难解决很基本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竞争的一个范围 是不一样的 但是公立学校的问题还是要解决 我们台湾私校 我们还是要谈公立学校 怎么去做出于 所以我记得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 公立学校其实我们有分班 比如说数理科你在哪一班 英文你在哪一班 那其他的课程 就是打算大家一起学习 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为一个好的方式 可是还真正是啦 但是无论如何都会被标签嘛 你比较你到数学你是第级等级 那我为什么只能上这个 那我英文又第级等级 反正任何时候只要有比较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不是小孩 小孩只要有同学在一起 有灰神很好 都是父母嘛 父母之间的比较 其实才是造成小孩 他们在这边有很大压力的来源啦 这点父母亲说实在的 你只要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制度存在 这个唯有读书高的这个观念存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被打破的 不管教育系统怎么样再被改变 不过我还是要批评一下 108年课纲的调整 我觉得现在变成培养那些适性啊 还有很多课程 不知道要去累积什么学习历程等等 你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学习历程 也可以开补习班耶 对军备竞赛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真的零零种种 所以还是得回到我们 所以我也不晓得我们新的教育部长啊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去做 然后呢未来你不要看到108课纲 已经非常多人有意见了 118课纲因为十年一次 现在也要进入筹备的阶段 所以这个部长本身对于未来 下一代教育的视野 对于未来教育要带到哪一个方向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才会不断的耳提灭命 不要把你的意识形态带到我们的教育 教育绝对是一个要中立跟干净 公正的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对教育部长太重要了 之前的教育部 其实问题都还蛮多的 我们希望新的教育部长来 中立性把教育回归 最单纯的教育的职场 去做关注很重要 那我们也期待108年课纲 下一个阶段的调整 因为最近都在谈教改教改教改 你们教育委会 有啊有啊 大家就在讲 当国民党一直认为说30年教改 虽然是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想法 广设高中大学 特别是广设大学 从原本的20几间 现在已经变套了164间 那就是李远哲也出来喊冤 那大家都认为 对但是调出过去的资料 的确广设大学 他就认为这不应该最不在他身上 他只不过是支持了民进党 其实不尽然 因为有非常多的当年的学者专家就提出来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要广设大学 但是李远哲是我们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召集人 他其实要负习非常大的角色 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 一言九鼎 那当然民进党的委员就会出来护航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些的这个这个教改 让他们有更多元的想法 让孩子有更民主性的一个观点 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你看即使是面对很多的事实 他们还是选择 对他们很有利的这样的话语来谈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期待新的部长 不过你提到这个人的问题 我还是要提到 等一下去上一些的节目 每个人讨论的范围都在许小星 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歪楼道 让我觉得实在是对小星感到非常 我觉得为什么 我们目前为止争论节目的范围 可以对一个歪楼的事件 可以每一天这样的讨论 讨论到 你看以前不管是高宏安事件 马文君事件 然后到徐小星事件 然后呢只要他们就会把 原本所讨论的一个主轴 全部给岔掉 然后就开始 今天既然有人在讨论小星 为什么他的 他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然后他为什么可以 这个财产可以到如何 连他的老公都必须要把他过去的 这个体检的这个部分 他自己为什么兵役 可以被免除了这个部分 很多很个人 很私人的东西 都要一一拿出来谈 你不觉得台湾的政治 搞一个人到这种程度 真的实在是让人家觉得 很不可思议吗 不过小星最近真的是很辛苦 他的大小事情 都被拿来放大镜看 我看到每天在立凡 有时候我经过的时候 上午一场记者会 都一二十台摄影机 下午又另外一台记者会 他光是一天堵麦就要两三场 对可是他堵麦的都不是他 自己有兴趣过去的揭闭 或者是他在国防委员会里面 堵麦都是他个人的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声量 觉得可以冲得很高 可是这种声量 对他个人来说 我真的觉得太辛苦 而且我觉得 媒体对于他个人 额外所延伸的问题 追悉到这种程度 很多人都说 你说你可以让你越来越坚强 可以让你越来越 打不死的就一定更加的强化 可是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人设 人格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这样的处理 我觉得真的不符合道德 我还是觉得对他来说 我还是觉得真的还蛮心疼 那当然很多人讲 谁叫他 以前也是这么样的 如何如何 但是他今天所探讨的议题 我真的觉得是已经歪楼到一个极点 对 这个再讨论小心下去的话 我都已经觉得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议题本身 这个周末 我跟侯友宜去看篮球 大巨蛋去了 真的 大巨蛋 你不要告诉我台北要盖巨蛋 这种巨蛋是每个地方都要盖巨蛋 巨蛋是很难盖的 好不好 不好该 高雄 高雄有吗 高雄目前我们有试运站 我们有试运馆 可以容纳五万到 可以容纳个八万左右 像Blackpink来 对都可以去 对啊 就是我们很喜欢的 那个Edith Sharon 就是那个红发爱德来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只是他是室外的了 但没有像巨蛋 你看风雨无阻 对不对 对对对 那第一场那个巨人 日本的巨人棒球队来 很多人看了很感动 就是 原来室内有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可以办 然后有这么好的球队来 台北人那一天有看球赛的 都很感动 那我那一天参加的是 第一次在大巨蛋办篮球赛 对对对 那侯友宜那一天去开球了 所以我说市长因为你来 所以我那一天站在新北队那边 帮新北加油 然后我跟他讲说 隔天如果万安 隔天是万安来开球 所以我说明天陪万安来的时候 我就站台北队 你看嘛这就是叫做墙头草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不过不管是双北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不过重点还是在 我觉得 我看过一个资料研究 就是说当 球赛球技 民众很疯狂的时候 很投入度很高的时候 当当下那个犯罪率 会降低非常多 我同意哦 当很crazy的时候 就像以前 那个什么 那个 说实在这个 这个部分 你说可以犯罪率降低非常的多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啊 在很久以前 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影 叫做root 就是根 对 那就讲黑奴的故事 然后那是每个礼拜四晚上 十点钟在美国的国家频道播出 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你知道那个播完一个小时之后 美国的洛杉矶 旧金山的犯罪率完全提高 甚至有很多白人开的商店 都会砸烂 因为他们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主线 是这样被虐待的时候 他们的东西是 情绪是上来 所以我可以说如果说你是这样的部分 真的是所有的那个灾难就会出来 但是你如果每个人都是同心凝聚力 那种希望力来 那整个的氛围又会不一样 所以影响很大 对啊 所以日本 日本有一句话叫做棒球寡妇 所以日本人都很喜欢看棒球 对 所以在棒球季那段时间 老婆要做什么 要老公做什么 都没有人要理 就天天 不知道在电视机前面 在前面准时看棒球 所以 不过我觉得看运动总是好 当然是好事啊 所以这个不想当寡妇的部分 就赶快投入棒球 跟老公一起拉开 一起看 完全同意你刚刚说 就是说你一个棒球 一个运动 当你有很大的凝聚力的时候 大家就会投入那种部分 那相对而言 你其他的一些宣泄 一些的抱怨 一些可能要做的这些事情 就会 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了 不过就是因为过去有几个 好几个国际级的巨星到台湾来 但是没有留在台北办演唱会 所以你刚刚讲 Black Pink也是 所以我们希望台北的大巨蛋 未来可以有商演进驻 我们一直期待 那个 不是周杰伦要当第一场了吗 对对对对 但是法规还没处理 所以我之前 去年前年还当议员的时候 我一直在建议 讲话说 法规帮他解开 你一个台北市的市长 如果不能在大巨蛋 办理商演的这种演唱会 或争取一个国际巨星来 我觉得很多人会失望 我们要看Black Pink 我们要坐高铁 很好啊 造就高雄的经济啊 不过高雄就是在 我们现在已经有演唱会经济 造就非常多的周边的这个层面 不过那是周末 观光 不过那也只有周末了 一到五的 一到四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需要提振的 但是 而且都是北部下来 那整个高铁啊 全部 那会是啦 但是除了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 在其他额外的部 额外的层面上面 还是能够留住更多人嘛 对不对 我们办了这么多演唱会经济 现在我们的人口 也没有因此提高 也没有办法吸引更多年轻人 愿意常住 他们越来这边stop by 来玩三天两夜 两天一夜 但是呢 要留住年轻人 能够在地继续打拼 那继续打拼 我想说吧 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了 对对对对 所以 期待这个大巨蛋 有赶快有商演的机会 可以吸引更多的 旅客来也创造台北市的一些 呃观光的业绩啦 没错啦 因为我们说来说去 你看我们从今天一刚开始的 这个水啊 电啊 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产业 在做一些的发生 希望我们能够发挥监督的力量 那一路过来出的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教育问题 我们刚刚又回到了 这个包括你刚刚说的巨蛋 那其实为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提振更多的 一些产能 对不对 我们从刚开始到这边 希望能够产能 因为台湾现在经济 真的需要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来去做一些的振兴嘛 那大巨蛋 或是演唱会经济可以振兴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有 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 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经济部长一定是要绷紧神经了 对 新的经济部长 金管会主委 还有我想有几个国科会 国发会其实都很重要 政府的重点在哪里 特别是我关注到 民进党说 那天赖清德也提到 就是说未来的AI 半导体晶片跟AI都很重要 但半导体跟晶片 特别是AI这个场域里面 需要很大很大的发电量 国际能源所特别提到 光是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资料处理中心 其实需要到15%以上的发电量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你就压缩到其他的空间了 对 所以我还是很有很大的疑问 民进党到底怎么去处理 现在电的问题 这一块其实很多人都在探讨 包括昨天三三会都提出来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对呀 你说这个 这还是回应到我们一刚开始 所提到的能源政策嘛 你能源政策如果是荒腔走 你审 这个死爆你的审主牌 你都不愿意做一些的开放 然后呢 你更不要面临2025年 就是欧盟2024年开始了 欧盟要征收碳费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2050每个人都喊出来 要净零排碳 碳这个已经要 一定要到零 那你以目前的这个标准来去看 你根本完全做不到啊 你完全做不到啊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 prefer这个所谓的核能 问题是你核能没有进来的话 你现在所提出的所有的方式 这天然气 我说实在天然气 你就以为它不会 它不会耗费一些的污染嘛 其实还是相对低的 而且以台湾目前来说 我们的天然气 如何能够被足超过两个礼拜 这个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没有一个机载电力 在我们台湾来做一个发展的话 完全靠所谓的外面进来 是很危险的 是非常危险的 那机载电力 过去我们都还要求到15% 前几天四个基础跳电 只剩下不到3% 只剩下2点多 还要情商这个台积电 能够稍微做一些洗入 台积电的柴油发电 全部都丢进去 而且还有好几个台电 自己的柴油发电机也丢进去 但是仍旧不够 所以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到底 核二核三的研议 还有包括外面在喊的那种 核能的小型发电厂 到底整个国家能源转型 要怎么去处理 否则你怎么去发展 我告诉你嘛 那个原能已经改成 我们的能源的发展 就是在我们这个部分 以前是还有一个原能会 二级现在已经变成三级 你无论如何 当你提到核的时候 从过去到现在 长得都一样 他就马上问你 下面一句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核废料丢哪里 没错 核废料就是你中央的问题 好不好 你中央的问题 给你这么多的时间 你就要帮助我们 好好去找 而且我说是在 全世界那么多产核的国家 大家都有核废料问题 大家都可以解决 那为什么台湾不能够解决 这就是一个我们思维上面 如果大家能够承认 我们目前的能源政策 是有待检讨 那你就好好的 再去把它 不要一个死鸭子嘴硬 不断的就是 撑住你过去所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解决问题的 然后到最后就 其实要是 要是你的话 你要不要道歉 我过去非核家园的 生主牌错了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 去重新检视 能源配比要重新调整 我们也要再发展核能 核二核三先研溢 但是其实还是不够的 对 那个核能我们也没有 大家都知道核能 说实在的 大家都知道安全 没有人不讨论 这个安全的问题 安全性的问题 可是 可是你的能源的 这个部分的安全度 当然在安全的问题之下 我们可以好好 坐下来讨论 我们真正的一个 能源政策 我觉得 民进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 还是那句话 死报 神主牌 然后都完全 然后现在还 偷偷的很希望 国民党能够提案 然后呢 然后呢 煞车 或者什么 对 很多事情 不管是哪个政策 都希望国民党提案 那国民党真的不要有几个委员 有很多委员 就是看到大家都太辛苦了 产业就太辛苦了 就是体验 那你就帮他解套嘛 那现在就是要讨论 那到底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都是我们未来 很需要讨论的解 党团还要开会 不过关键还是 民进党怎么去 面对他的 这个能源政策 怎么去处理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先到 不管无论如何 先到现在说 因为我们已经为了 这个非核家园 国家付出太多的代价 还不是缺电的问题 还不是涨电价的问题 他当初喊出 2025现在已经到2026了 就他已经 王美华已经说到2026了 他已经完全承认 不是2025是2026 但是我相信 以目前这样的一个 一个节奏来说 2026还是会有缺电 而且缺电绝对是 未来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什么叫趋势 就是他没有办法被解决 而且我们的电价 也一定会往上调 一定会涨 这都是趋势 那这些全部都是取自于 我们当初所设立的能源政策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个特斯拉老板才讲 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在缺晶片 下一个阶段 全世界都有可能缺电 因为这是在发展AI政策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真的是要好好思考 能源的政策 到底怎么去做调整 配比怎么去做调整 反正无论如何 就我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先道歉再说 没有道歉 什么都不用谈 先道歉 道歉完之后 我们要提核二和三零一 我觉得都好谈 那不道歉的话 我觉得没得说 哎呀 管他有没有道歉 我只希望能够坐下来 好好谈 把我们这个民生问题 来去做处理 但是民进党必须承认 承认 他们过去的能源政策 是失败的 是让我们台湾 目前为止 在跟水跟电的 这样一个缺乏上 大家都 上井发条 这个部分是 完全是可以被 需要接受检验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对不对 好 那就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